奥伦多·达维拉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这家微型企业工作 这位73岁的波利维亚出生的被料厨师确实应该退休 但生活的担子不允许 这家弗吉尼亚餐厅的工人中有75%的食薪为8-12美人 这比联邦最低工资略高一点 目前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美元25美分 预计当选总统的拜登已经承诺将最低工资翻一翻 达到1小时15美元 这家餐厅的创意总监科洛伊斯旺森希望支持他的员工 他知道这些年来生活成本已经提高 但他同意特朗普总统和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话 他们说提高工资会使企业承受压力 增加最低工资的议案已在国会停滞不前 主要是因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 议案要求将在2025年之前 把薪资底线逐步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同时有7个州已经或正在朝15美元的最低工资要求迈进 再加上佛罗里达州在本月的选举中 选民通过了提案 自7月1日以来 首都华盛顿的最低工资已增至15美元 加薪是公平的 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本泽伯尔这样说 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 只被蛋糕店的老板阿德南哈米迪说 这叫政府干预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到2025年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 可以增加约2700万工人的工资 但也会夺走130万个工作岗位 拜登能否打破国会的僵局 可能取决于1月份佐治亚州一次关键的选举 美国参议院有两个席位正在投票中 其结果将决定民主党是否可以既掌控众议院 又赢得参议院 美容院技术员纳塔利 普格米尔等低性工人充满希望 美国之音伊格雷西亚斯 福吉尼尔报道